看第六场赛事 第六场四班千二米 大二门马就是红中列马 2.4倍开飞过完关 2.3倍 最后阶段2.6倍 都见到有很多对手 在尼尾阶段就着绿灯 村来进区落到14倍 文武先锋也着绿灯 落到11倍 电讯火箭没有着灯 但其实热了 8.2倍开跑 第六场四班千二米 3T的次关 起步的时候应声弹出 牛精大哥第一次跳出来 理想回报 红中列马 文武先锋 说文武先锋起步第二岛 外档迷迹极爽 反而他没那么快要折才能上前面 中间是电讯标马 然后红衫红衣火旺 内档那边是川河进区 还有另一批电讯 电讯火箭第九 然后就劲加加 在美那对暂时是奖金王者 拍着初出马的精算谋攻 上大石斜坡的时候 你看看极爽 他一点都不爽 好立的 这里好像骑拉屎 打边 暂时还没抢到埋难 所以第二位暂时是理想回报 贴能第三 牛精大哥拖回 然后就电讯标马 大门红中列马第五左右 内側文武先锋 接着还在红衣火旺 电讯火箭开始出外档 拍着川河进区一起骑 美衣三是劲加加 在内档博位的 美衣精算谋攻 包美奖金王者连大队都跟不上 进来之后直楼的时候 前面电讯标马就过去极爽 暂时带出来的 你想回报就查一查 外档那里上到红衣火旺 大外档的另一只电讯出现 电讯火箭来的 最后百多米时前面一对红衣斗 电讯火箭斗红衣火旺 不过不用斗了 这里都压住了红衣火旺 过中点冲到好行的电讯火箭 赢回场了 第二名红衣火旺 第三名文武先锋 第四名红中列马 那里阻阻上回来拿第四 红中列马美的两步 其实都骑得挺柔和的 有些见到大小意去 关键时候那里 那里是小小窄窄的 他都不算阻得很紧 一阻一阻很少 内侧里面有些马仲受影响得很紧 最影响得大就是理想回报 整只检查了 抽到站起身 应该是电讯标马压过去的 看来电讯标马的疆口 始终都是拜神的 他一搁 姜口始终是偏急的 比加仁操控的 马尼 超爽的抽到十二档 要拼命骑上软 已经用完了 现在一点都不爽的 某段要了 所以就要转了跑千四 但千四又不行 现在缩离千二排十二档 是更加难搞的 红衣火用这里 就在红充电马后面一抽出来 就已经拿了出去 那就幸好避过了一些 放了 OK的 这马第一次跑千二 这马就能赢了 你看没有拿边出来 莫雷拉你看 你看那边 在这里了 找到 现在很后期的 你已经快到过中点了 我们又看完车镜 是迟了拔出来的 其实是 你现在大热门来的 那是你说 那边 他要抽出来 还没抽的 那边 没有边 现在还没打的 其实老实说 我看到来到这里都冬过水了 我说是我位置冬过水 不是Win Win就没份了 那只文武先锋 尿尾落飞落很重要 没问题 第四名张照片 就是这只没有位置派取的红充电马 分调时间 头电13秒71 第22秒57 末电23秒07 总时间1分09秒35 刚才看片的时候 卡先生你也说了 都是电信飘马直路那里阻挡人 所以舍欣就要停赛了 那舍欣其实电信飘马 就因为不小心拆 其实要停赛了 因为他进到直路没多久 他一路被他的马移出来 一路令到你想回报 处于困境兼且 就受到不必要的击逼要收盼 那赛欣就成为了不小心拆棋 那因为他有一个两口拆棋 也罚了两天停赛 那他就跑完5月5号之后 就停8号和12号这两天 在阴停赛有很多人哭 现在他做了冷杀手 很多人靠他 就是靠他换食 现在博马又开始准 又有分头 不过就立刻停了赛 那就扎洗一些 很多喜欢捧他场的朋友哭 不知道哭一次 还要哭一次 有几个联马师专用他 这段是找到食的 不过就这儿 今长期的电信飘马 那里都阻挡得挺明显的 除了你想回报受影响之外 譬如在内侧 就是勁家家那些 其实都变成那里一删 删到没有位置 那里又要再等马散开 才可以拿到位置 对走线那里的马匹 都是很大影响的 今晚捧莫雷拉的哭得更大声 这场马我觉得 又发挥得不算很理想 你打了两边而已 一大热门来的 不是没有权争一直为止 Vin当然没有他份 第一场 这场我认为不太一样 但如你所说 就算你觉得这场 他有机会是欠位置 但Vin始终捧得很热 始终莫雷拉也是前领骑士 就算不赢马 你见到今晚就是这样的情况 越不赢 但其实他的座 其实都是一路继续受追捧的 我们看到这些惯性的濫飞 越不赢越追下去 其实更重 往外长期还有哪些追捧 还有 回来再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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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